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抗2000点物理伤害 但是假设你血量不变 你的护甲由100增长到了200 你就可以减少66.7% 也就是三分之二的物理伤害 此时你的1000点生命值 就可以抗3000点物理伤害 总而言之 就是你的抗性越高 你每一点生命值的价值也就越高 当12点时所有英雄的抗性 都获得了加强的时候 生命值这个属性的价值 就悄无声息的被提高了 同样的 生命偷取的价值也被提高了 也为你偷来的生命值的价值被提高了 但是生命偷取遭到了普遍削弱 这也是我为什么在上个视频 推荐了贪欲九头蛇这件装备 因为这件装备的全能吸血没有被动到 根据Professor GG的数据 这件装备在12点时版本 和同样没怎么被削的引血剑排在一起 登场率差不多的同时 都拥有高达58%左右的胜率 那么如果一件装备 同时拥有回复能力和高额生命值 并且没有被削过 那么这件装备可以说 就是版本受益最高的装备之一了 这样的一件装备是存在的 那就是狂图 高额生命值和百分比回血 让这件冷门装备在12点时以很低的登场率 获得了高达60%的胜率 那么这件装备该怎么用 就成了最大的难题 坦克英雄作为后期装备来出 当然也是不错的 但是12点时还有一件大放一彩的装备 那就是聚酒 已经成了很多AD英雄诸如老鼠大嘴的标配 原因在于英雄基础生命值的提升 便想提升了聚酒的伤害 并且团战更加重要 也更加冗长了 所以一件AOE装备就显得弥足珍贵 如果我们把狂图和聚酒放在一起看 我们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首先 狂图的800点生命值 能够转化为16点攻击力 9点攻击特效和18点AOE特效 狂图和聚酒共计1300点生命值 可以直接触发狂图被动 不得不承认 这两件套出完 虽然不会完全没伤害 但一定会非常的刮 但是这种刮是AOE的刮 是你摸不到我 我就开始蹭蹭蹭回血的那种刮 是你哪怕摸到我 你也秒不掉我 我拉开距离接着回血接着刮的那种刮 那又有谁能这么出装呢 首先作为载体英雄 必须是长手英雄 而且必须长到很难被人摸到的程度 这样才有可能让狂图可以做到边回边打 其次必须不依赖技能急速 也为聚酒狂图两件套只有10点技能急速 第三必须本身的技能组 就是那种拥有很高机动性 然后边跑边刮的类型 如果你非得让一个爆发英雄来这么出 就是得不偿失 符合这三点的英雄 我认为只有三个 女警 泽力 赛纳 前两位在这个版本本身就太多了 所以并不推荐尝试 下个版本这两个英雄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加强 届时各位可以进一步尝试 而赛纳这样出装能有个娱乐等级的强度 在面对某些高爆发阵容的时候 这样出装或许优于传统出装 在P2我提供了一盘赛纳的对局实录 这个号同样是每幅钻石的 出装和天赋 由于我前面已经解释过这么多了 相信大家都明白核心思想是什么 所以这次就直接贴出来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暂停观看 很显然 这套出装的强度 由于伤害较难跟上的原因 强度还是堪忧的 但是这个视频的目的在于 强调狂图这件装备在这个版本的优势 并且尝试开拓狂图在长手 AD英雄身上的运用 只求抛砖引玉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 关注一键三连 后续分享更多有趣出装和玩法